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的 诶 我看到这个来宾穿到这样哦 好像是上《非诚勿扰》这样子啦 不过其实是车主分享的时段 其实这位来宾是我们的前同事啦 我们欢迎阿汉哥 嗨 大家好 汉哥 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开的是什么车 我现在是开 Porton Iris 209 哦 那可以给大家知道吗 为什么你选择这辆车 因为我之前是驾 Myvi 的 已经驾了很久 加上有问题了 所以我就有心想换车咯 然后换车就再加上被我前同事 Ivan 影响到 影响到 然后又有机会接触到 Iris 对它的驾驶感觉不错 所以我选择了它 那这辆车你开了多久啊? 我已经开了一年半 嗯 这样这一年半下来了 你觉得这辆车有符合到当初你买车的需求吗? 嗯 有的 因为 在我买车之前我就想 因为我现在是做 Sales 的嘛 是不是 其实我就主要都是一个人驾车 都是一个人的环境下 所以我比较偏向舒适 然后我去 之前我再加上网友试驾过的经验 它的那个做的感觉的确有满足到我啦 咳咳 哇 口一点干 嗯 凡购买四条 Viking 还有 Download 的 UHP 轮胎的话 就可以免费获得这个 如果是买 Continental 的 UHP 买两条 可以获得这个 买四条的话 哇 锁取方式很简单 只需要三个简单的步骤 促销器有限 赠品送完为止 那你都开了一年半啦 这样我觉得你是可以分享一下 你对这台 Iris 有什么看法 这一年半里面 第一啦 这个我最想要分享就是 它够便宜 之前我记得它是 MC1 的时候 价钱都要整 五十多六十嘛 我买这个是 1.6 SZ on the road 的价钱都不需要到五十千 所以我可以拿到 不错的 spec啦 是不是 其实可以讲是 那辆车搞糊塞哦 那辆车 除此之外 它那辆车的 MVH 它的 MVH 做到 真的是蛮不错的 蛮不错的 我坐在里面 我可以感觉到这辆车会 比之前进了很多 那么 就算我之前去试 我的朋友的 My V 第三代的 My V 我都感觉到 这辆Iris 会比它安静很多 嗯 其实在 MVH 方面 我是觉得 现在你的这款 Iris 真的是的确比之前的 Iris 改进了蛮多的 尤其是在 Engine 还有它的牙向方面的部分 是真的是进了很多 整个感觉就细腻很多 对 第三 它的车身高度 它车身高度 其实还算蛮高的 尤其 最明显就是在我等 红青灯的时候 他们有一辆 SUV 转到他们 我可以发现到 我这辆车跟它一样高 What 嗯 然后 第一是 还有一点就是 那个 印象深刻就是 它的人体空穴 尤其在 那个 Button 是在我一上车 我坐在线没有 我所有都被按到了 有些车 就可能你需要去玩下摇 去按 甚至玩下摇 去静牙这样子 而 这辆Iris 它不需要 甚至你可以忙操作 你知道那叫 Button 所以在哪里 嗯 OK 还有一个就是 在那个 Power Range 其实它这样子的 Power Range 很大一下 尤其是在 可能在前面 你会感觉到 有稍微的蹲挫 但是到后面的时候 尤其它的 到60 到120 这个 Range 它的动力可以讲 是随传随到 所以让我觉得 有时候 因为我坐小时 要去Outstation 可以很轻松 得到我想要的动力 嗯 这样子你好像 都对这两车 蛮满意的哦 嗯 其实不满意的地方 也是有的 尤其是在 它车设计 那个 死角 它死角会做得特别大 虽然它前面 有一个三角径 但是 我做的时候 它还是 会给它的A-P-6 顶到 再加上它的 Side Mirror 它的 也不够广角啊 所以导致到 我通常只是可以看到 后面那两个Line 嗯 除此之外 它的后面的窗也是一样 它的 那个 后面Bornet 它有一个很大的 Black Spot 那个Horse Black Spot 所以导致到 有时 啊 要过 要转的时候啊 我要伸出头 make sure 旁边没有车 嗯 除此之外 还有那个 唱机咯 它的唱机问题 也是 也是一个 让我 无言的东西 这个唱机 其实最让我无言的地方就是 在它的 那个 User Interface 那边 其实它不是讲很人性话 尤其是在 Radio 那边 可能我今天要听这个台 但是我 等下我听另外一个台 我要一个一个去找 它下面没有Button 可以给我按 我觉得很不人性话 第二 还有它的那个 Bluetooth Bluetooth老是有问题咯 尤其你车已经是 Shift Off了 就算你在车附近 它Line still connection 尤其你在电话一来了啊 你电话响 你接的时候 电话没有声音 原来不是 原来是车里面有声音 哦 多久啊 还会开着多久 嗯 其实我试过啊 你在车旁边大概 整十分钟 它还是会 十分钟它还在接着啊 它还在接着 虽然它的 screen是Shift Off了啦 但是它还是 电话一来 它就亮着了 记忆还是开着的 对就是这个问题 OK 嗯 还有就是它的那个 meter咯 我用的这个 虽然是它那个 最新有延时的meter 但是它在那个 它会 show 那些油耗 show 你的那个 剩下 所可以走的那个 range 对 其实那个都是 让我很开心的 平均油耗 我那时候试过啦 我回家乡 嗯 它可以给到我一个 16-18 km km per liter 嗯 但是我去算过啦 也是拿不到 哦 所以就是它那边 show 的和你真正 算出来的成绩 其实是不太远 差很远 嗯 还有一个就是 那个行李箱哦 我发现到 啊 它行李箱会小哦 好像之前 我去在那个 婴儿手推车的时候 嗯 我之前做到 Myvi 是装得下的 嗯 反正我换了这个 这个Iris 我是装不下 嗯 很小 它是怎样装不下 是太过浅吗 还是 嗯 其实深度 它也不是讲很深啦 嗯 它是装一个 零儿手推车 它已经是 那个深度已经装满了 至于它宽度 它宽度不够 它宽度给那个轮位吃掉了 哦 OK 所以相比起Myvi Myvi这方面就比较好啦 对 Myvi 会比较宽 尤其上次我试过 我在我的亲戚一起 从旁边回来KL 刚好五个人 嗯 啊 后面行李载满了 然后 没有办法嘛 就他们只好去报证行李咯 嗯 我发现到这里 因为它的里面 它椅子会做到特别大 对 特别大让我们做到很舒服 但是 那行李 空间方面啊 对 它行李放不到在脚那边 它脚那边吃了很多味 像反正那时候我做Myvi 的时候的确 它椅子虽然会比较薄一点 但是它那个脚部空间大 它们 可以把那些 可能后面行李载满了 他们可以把东西放在脚那边 都是它可以有更多的空间 嗯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车脚咯 因为我记得那时候 我在Automachic 我试那辆Iris 我是发现它车脚是会特别硬 所以我在过完的时候 那车可以说是很听话的 很听话 完全是 总之讲你转哪里它就转哪里啦 相反的我现在做这辆 我就感觉到它会比较 它的body roll 会比较严重一点 嗯 其实这方面我觉得 可能我要解释一下啦 就是阿汉当时你驾的这个 在Automachic 驾的这个 这个是 该款前的 1.6 Premium 是吗? 对它是1.6 Premium 是第一代的那个Iris 然后现在你买的这个 是最新的这个 改良版啊 已经不过enhanced多少次了 那其实这个最新的 这个版本的这个Iris 其实原厂是有刻意把这个悬挂的调校 比较偏向舒适化一点 这一方面呢它其实是比较接近Persona 所以你才会有这个感觉 那是因为它的这个damping 就是它的这个absorber 调到比较软了一点 所以当你在过完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觉得 它body roll 比较明显一点 是吗? 你是有这种感觉吗? 有这样的感觉 尤其好像我们过一个大碗的时候 我们会感觉 因为我之前有试过 因为我有一班朋友 是Myvi 的Gaki来的 所以我就去试驾 我发现到它们的body roll 会来得更出色 有时我就感觉到 我是不是买错车因子之类的 同一段路吗? 是同一段路 我会发现到Myvi Gen3 但是Myvi Gen3 它会比较 比较stable 它肌肉不会这样严重 相反的Iris 它会感觉它倾斜 它会倾斜 你会发现它的absorber会特软 我应该要做一些升级 哦哟 嘿嘿 不爱 OK啦 那接下来我就要做一个审判官 来问你 汉哥 这辆车有什么同病吗? 最让我烦恼就是那个 老鼠神 尤其在Dex Sport 那边 哇 它身影真的是 当你遇到那些不平坦的路的时候 它就好像Dex Sport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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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解决得到吗? 嗯 其实我去过 Service Center 几次了 它都没有把我解决到 我有留过车在那边 嗯 的确 第一天你拿到车的时候 你会觉得那里车很安静 但是你再经过 那些不平坦的路的时候 你还是会听到 有那个声音 所以这个我觉得可能是 这个设计上的一个问题 嗯 嗯 还有吗? 还有 还有一个就是我在拿车 一个星球遇到一个问题 我是觉得 那个很让我无言啊 那时候是那个Gear knob 它的Gear knob 因为我们都知道那Gear knob 一放P的时候才锁着的嘛 对不对 那时候我要回家 我要推去Reverse 它现在P完全不能动 那时候还是凌晨5点多 然后我又不知道怎么办了 然后我又按了 它那边有一粒Button 让我们Release Release 也是不能 结果我打那个Proton 那个Hotline咯 然后它也是叫我这样子 这样子 如果再不能的话 它就要去叫拖车来拖我车了 那结果我在那边搞了大概一个小时啦 一个小时 它才可以Release 给我走 所以是 突然间就可以 哦 它就突然间可以Release 也幸好啦 幸好可以突然间可以 不啦 我真的是那天 5点凌晨都不用睡觉了 哈哈哈 OK 那其实我懂的是这个最新的Iris Persona 还有一个 算是统兵啦 就是它有那个Discordant 那个牙 牙柄那边 有那个Discordant 你的车有中过吗 so far for 现在我没有中过这个问题啦 OK 至于我还有一个问题 是那个窗 它跑window 我相信大家都有遇过 很多人都有遇过 它有时下了它不会上来 哦 不会上来 那时候我就拿去Long 他们是说 擦一些那些油在那个躺边那边 应该是那个床的那些润滑油的啦 它那边它就可以解决了 因为 它做到太密了 它上不来 哦 OK 所以这样子问题 嗯 这样这辆车其实 一些不完美的地方也是有不少啦 嗯 不过接下来我觉得我也顺便问一下 就阿汉你这辆车有Service过几次了 有 现在我是走到19千 因为没有什么价嘛 但是Service 了三次了 嗯 那你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Proton 在售后服务方面 你整个体验 你的感觉是如何 嗯 嗯 嗯 我拿去Service 可以讲它的 就讲普通Service 在换黑油啦 它的速度会比较慢一点 我也试过等半天 嗯 就换黑油 在普通Service 还等半天 其实还算蛮久一些 但是它在后面跟进啊 它后面有跟进 叫我问那些问题啊 它有去做一些跟进 我觉得那个是ok 嗯 只是我觉得 它比较跟Proton 那时候我记得 我做Proton Proton 那时候不是有打过 我讲一个小时里面的Service 的确 比起Proton 它快很多 然后很有效率 至于Proton 它就 如果可以的话 快一点喔 因为 要早死了 哈哈哈 OK啦 那汉哥都已经分享了 这辆车的问题啊 然后他喜欢的地方 不喜欢的地方 还有在售后服务方面的 这个体验啦 嗯 现在我就要你为这两条评分 十分的话 你会给它高分 嗯 六至七分吧 嗯 六至七分 我为什么会给这样的分数 主要是 因为它的确有 fulfill到我要的东西 它很舒服 很适合长途驾驶 嗯 然后它的 right handling 的确也不错 嗯 至于 其它那个分数也就是要它 在收服 尤其在 真的是啦 如果它可以做到跟Proton 一样快就好 嗯 一个小时里面 service 至于还有一个就是它的 那个同病喔 它的老鼠声啊 那些 嗯 还有那个 engine 那engine的油耗 如果可以再控制一点呢 我相信它可以 值得更高分 嗯 因为这辆车它的 啊 它的 设计啊 是蛮不错的 它真的是可以让人 坐上去有那种安心的感觉 至于如果它可以在这个 看似不是很小的东西去做一个进步啊 我相信会有更多人选择这辆车 嗯 会更加值得买啦 嗯 对我来讲 这辆车的确 有fulfill到我要的东西 嗯 那对于 在看着这个 价位 的这个朋友们啊 你有什么 对他们想要说吗 有什么建议吗 嗯 对我来说 第一你们要看喔 如果你们选 你们是很看重空间的 我觉得你们可以去看My View 你不用看Iris 因为Iris 空间的确给不了你 嗯 相反的你们是比较 喜欢 驾驶的感觉的 啊 你们可以 尝试去 Testride 一下Iris 的确它会让你一个 嗯 让你有一种 会想念它那个驾驶 那个感觉 嗯 就比较有乐趣啦 对它有那个乐趣在那边 嗯 至于还有一个建议是什么 如果你们是 拍拖的话 我是觉得选My View 为什么 因为它Signal在左边 哦 哦 哇 会玩啊老司机 哈哈哈 我觉得我顺便再补充多一点 就可能如果是 My View 还有Iris 这两辆车 我觉得如果是你比较常开长途的 可能Iris 会比较适合 对没有错 那如果你是 买来只是普通在市区代步的话 那可能 这方面My View 就比较适合一点 嗯没有错 因为My View 无可否认它的油耗表现 尤其在城市驾驶 它那个灵敏度 它会比较好一点 至于Iris 在长途那边 它主要那个 你要体验它的好处都是在长途那边 对 My View 它的好处 就是体验在城市里面 对就是 嗯 嗯 所以它那个感觉 因为我是市场有去澳大队的 B4 MCO 啦 所以我会很直接的去感觉到 那个好处在那里了 嗯 咳咳 口一点干 凡购买四条 VIKING 还有DOWNLOVE 的 UHP 轮胎的话 就可以免费获得这个 如果是买QUANTINETER 的 UHP 买两条 可以获得这个 买四条的话 哇 锁取方式很简单 只需要三个简单的步骤 促销器有限 正品送完为止 OK啦 那也是到了这个节目的维生啦 很感谢阿汉今天特地上我们这个节目 还穿到这样子 其实它真的是有要上《非诚勿扰》的啦 谢谢当时 所以 谁有兴趣对他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啦 嘿 没有啦 如果你是这个Iris 的车主啦 又或者是你 对Iris 有兴趣 你的问题想要问 又或者是你有故事 和有看法想要分享的话 也是在下方踊跃发言哦 就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一期的这个节目如何呢 如果喜欢的话 请不要忘了按赞 分享 还有订阅 想要阿汉的这个电话码呢 也是可以在下方留言啦 我们会给大家 OK 好啦 今天这个节目就到这里结束 在这之前 不要忘记 Subscribe 我的Channel 还有点击小铃铛 那有这个最新的影片呢 我们第一时间就会告诉你 好啦 我是小明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啦 拜拜